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拍摄了一期挖掘机快速连接器安装教程 首先调整挖掘机和快速连接器的位置 将快速连接器安装到挖掘机上 安装时,先安装斗杆,然后安装连杆 安装好以后,开始安装管路 首先,安装的这两根软管是其中最长的两根 这两根软管从小臂一直到大臂后端 安装的时候分好左右,后面接管路时不容易弄混 接下来安装电磁法,先把大铁线接好 然后把对接丝上号,拧紧一些防止漏油 把电磁法固定到挖掘机上面 继续安装软管 这两根接头都是直的 一头用对丝和刚才的两根长管连接在一起 另一头连接到电磁法上面 注意按照之前分好的 左侧接在A口,右侧接在B口 下面安装的这两根软管,一边是90度接口,另一边是直口 90度接口,这边安装在电磁法这一侧 上面有两个口,一个P口代表的是进油 另一侧在驾驶室底部,然后找到P口和T口接上就可以了 任何一个P口或者T口都可以,只要和电磁法能对应起来就行 接下来安装的是钢管 先用管卡将两根钢管固定好 然后把钢管固定到挖掘机上面 把钢管两侧上好堆丝 先把之前连接好的软管和钢管连接在一起 接下来用软管将钢管和快速连接器连接在一起 还是左侧的管子接在左侧,右侧的接在右侧 这样管路就接好了 接下来连接电源 把电磁法这一侧接好线 用绝缘胶带缠好 然后把电源线从驾驶室底部扯到驾驶室内 然后把电线从驾驶室扯到电瓶 打开保险盖 找一个备用保险丝 把电线接上 驾驶室内的电源线从中间剪开 然后接上开关 打开电源开关 观察一下电磁法是否通电 然后整个安装过程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可以使用快速连接器安装了 注意使用时先把安全销拿掉 安装好缠斗后 把安全销装好 拆的时候也是先拆掉安全销 感谢观看 抖音